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在公會影域裡面的血色試煉 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達到一個比較高的傷害 首先我先來帶大家看一下陣容的部分 那這邊阿伯是推薦帶上阿伯爾 然後一個主力輸出 配上Ross還有Elena 那這邊推薦帶上阿伯爾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300等還是325等那邊會出現綠帽哥 如果你沒有帶上阿伯爾的話 很可能就會被他幹掉了 好再來Ross的部分就是不用放任何的技能 他就可以增加輸出了嘛 他的這個被動效果 好再來這個Elena的部分主要就是去放他的連招2 好這邊來給大家看一下 主力連招1阿伯爾 連招2是這個Elena 連招3的話就是我們的主力輸出 在車庫的部分呢 這邊我們可以配上3台重機 拿到窮追猛打的這個BUFF 每次擊敗目標就可以提升速度啊 攻擊還有防禦 那麼我們會擊敗蠻多人的嘛 所以說通常都是可以讓這個BUFF一直持續著 好再來支援位的部分 我這邊可以再把你有上到 有開啟車庫的這個角色換上去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攻擊誰加比較多 電狼加比較多 好一開始先接到連招2就可以了 好到275等這邊 好到310就可以開始接連招3了 到310這邊 斷 好接下來綠帽哥就要準備出場了 記得這個護盾要上的快點 不然就會被他80喔 然後稍微也可以降速一下 斷 綠帽哥綠帽哥不要搞 有沒有機會打到下一層 下一層 一層 踢 踢爛他 有有有 完了再噴一個 完了沒有 好這邊我們這一次一共是打出了一個 63M的一個傷害喔 那如果你的 瘋狼練度不錯的話 你瘋狼練度不錯的話 你也是可以放這個 換成瘋狼喔 那麼要把誰換成瘋狼呢 如果你不怕那個綠帽哥的話 那麼可以上瘋狼 把這個阿貝爾換成瘋狼 那麼在這個 對手剛開始出現 他不是幹掉一次對手就會跳出下一層嗎 那跳出下一層的時候 然後瘋狼吸一下 整體這個輸出就可以打出更高的傷害喔 那 其他的時候還是接這個 阿雷娜的連招2 那如果你 你坦不住那個綠帽哥的話 那就可以考慮去把這個誰 這個 弱石換掉 換成瘋狼 好那阿貝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啊 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阿貝我們 下期再見 拜拜